各位大家早安 很小心我这个机会 我们要来分享OBIS 2016整合应用 针对这个OBIS 2016 这应该是我们这边第一次上课 就是说我们之前使用的软体都是2010 那OBIS2010跟OBIS 2016其实变化不是那么大 可是有些功能它就是搬家了 或者是功能的软件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先从新功能的部分 来跟各位分享一起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在整合应用的部分 如何在日常工作上面有一些整合性的使用方法 我们会在最后再跟各位来分享 不过在OBIS 2016它有比较大的突破 或者是说比较棒的新功能 其中加强了云服务 因为大家现在都需要就是一个云端的服务 以完成多人同时协作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的档案一直都放在自己的随身碟 你就没办法跟别人共用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档案放在一个例如说云端上面 然后接下来大家很方便的取得这个档案 接下来共同来去编辑制作文件 这就是多人同时协作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再来因为现在我们都一直在讲一些什么AI人工智慧 软体它在变更的过程 它也有加强了一些 例如说猜你喜欢猜你想做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你只要告诉他说 假设我现在我想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 假设我告诉他说我要画直条图 那这个时候你不用去找功能了 他就直接帮你把那些功能都选好 你只要点下去 你就完成了画直条图这件事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也加强了这一个更有效率的 就是更聪明更智慧的资讯资料分析服务 其实Office 2016这个版本 它在2015年秋季的时候就已经上市了 就像现在所使用的版本 现在已经是2019年了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Office 2019上市了 但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不管它怎么变 不管它怎么变 现在它已经变成一个就是App化 App化就好像说你的手机上面 不会装很多很多的App吗 它已经不是一个程式的概念了 它根本就是附属进去 假设你今天购买Office 365 享受云端或者是社群的服务 这个时候这个Word它只是一个APP 它只是其中以下的应用功能而已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以后我们买的不是什么Office这套软件 它已经变成App了 所以我们应该讲说我们要买的是Office 365 这种整合性的服务 好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那我是今天授课讲师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email email 还有我有留我的LINE以及微信 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对不起 这个微信我挡错了一个字 应该是PRN178 178才对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你加我的LINE或者是微信 然后一起来去互相讨论研究 那我之前是在巨匠总公司担任 专任讲师 所以我就到各公家机关去授课 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我就想说我的人生应该还有更宽广的领域 可以去看看 所以我喜欢读书 我又跑去国立阳音大学 继续在攻读我的硕士学位 那现在已经取得了资格候选人 希望说早上能够拿到博士这个学位 我的专长是研究生物医学资讯 就是癌症 癌症这个议题 但是我专长还是在资讯这一块 如果说你有任何的电脑的问题的话 都非常欢迎我们私底下来去做一些交流 好 那我们快速的来去观看一下 观看一下 我的所有课程呢 我都会希望放在网路上面 提供大家来去一起分享使用或学习 在这个地方我有我的课程的范例 讲义下载的位置 叫HTTP S写线写线 GOO.GL 写线 YPZ 大写的R 然后小写的X 大写的T 然后在这个网站里面呢 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网址一定要注意 这个R一定要大写 T一定要大写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我所有 例如说包含这一次Office 2016整合应用的课程 或者是其他我比较喜欢去教的大数据分析 办公室自动化 或者是如何称为一个数据分析的高手 这样子的课程 你都可以在这个网址里面取得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课程大概要上什么内容 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我的课程呢 我希望跟各位分享一下Office 2016整合应用 然后这里面当然我们要跟各位稍微理解一下这个云服务 可是很可惜大家可能没有那个Office的一个账号 所以你可能没办法去 就是等一下可能只能 我类似像讲一个概念 让你们去了解 什么叫做多人协同作业 什么叫做云端的服务 因为我有不代表你们都有 再来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像这个功能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要写一个公式 写一个公式 我们可能就是快速的透过寻找 寻找出例如说这个Sigma 然后你要去设定参数 然后分别再输入这里面内容 可是现在你是用手绘的方式 你看我这边写的内容是什么 他就自动帮我模拟产生出来这样子的内容 这都是类似人工智慧的一个操作方式 这样的话是不是很方便快速的 就是你不要受限于去找那些功能在什么位置 这件事 只要你用手写 把那个公式把它写出来 他就会自动帮你编辑成这个排版好的样子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他还有很棒的一些就是布景主题 还有除了布景主题之外 他还提供了一些快速分析服务 快速分析服务 就是说假设你今天选好了相关的资料内容 然后他就问你说你现在是不是要去画直条图长怎么样 折线图长怎么样 类似这样子 你只要点他就好了 你就不用再去选说什么 我要去插入以下统计图表 再选图表的类型 可以理解 这样子一个思维 这样子一个思维 会在OBIS 2016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好 可以了解吗 一个是一个是你要你要背短打断式的一个 就是你要先去找到相关的功能 才会有这种执行出来的结果 可是现在现在也是要不是了 你根本就不用去找功能了 你只要知道说这些东西这个快速服务 他就在你选取好资料范围的右下角 右下角 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直接在里面去选 跟他相关的 例如说画图的功能 还有像例如说统计的功能 这边全部通通都有 因为以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就是为了要去做分析 另外他还有很多很多的线上范本 这我想都没有问题 你看 关于这个见像范本的操作 我这边都会告诉你说 你就点档案功能表底下的新增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棒的范本 见像范本 然后接下来他的一个功能区 功能区 等一下我们也要去研究一下 如何更直觉的方式来去组合这个功能区 再来就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你要执行的动作 既然有这个功能你就不用去找 假设你告诉他说我想要去插入图片 那你就直接输入插入图片 他在这个地方 他就直接带你去 直接把那功能都秀出来 给你看现在功能在什么位置 或者是我想要去做 例如说计算 例如说撰写公式 你只要写出这样子的文字内容 他就会去引导你去做相关的事情 这个就是猜你喜欢 猜你喜欢 再来就是他在 除了猜你想猜你喜欢 猜你要做的是 这边就是猜你想做 他主要对不起 上页 他主要是要跟那个网络结合 这边是主要要跟那个网站搜寻结合 所以假设你今天你输入了一些什么什么字 例如说输入法不见了 在这个地方 他都可以去快速帮你找到 网络上可能别人问 输入法不见了 怎么怎么做的这些事情 好 那在接下来 那OneDrive可能就是 看看说你们会不会有OneDrive他的账号 如果有的话 你到时候就可以再继续去 玩所谓的协同作业 Google Google公司他叫协同作业 其实那个微软公司他在这边 他叫做多人 多人共用 然后他这个共用就是Google公司 这个共用其实就是Google公司的协同作业 那我们再看一下除了共用以外呢 你还可以插入很棒的线上图片 所以这边都有很多的线上图片 另外 另外他的搜寻引擎是B 这各位一定要知道 那其实搜寻资料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假设搜寻图片 你输入Apple 那你到底是要去找那个Apple这家公司 还是Apple这个水果 对不对 然后还有这些Logo或者是图片 有没有自会者感觉 这到时候等一下都要跟你分享一下 不能说随便去抓别人的资料 所以这边他还提供了所谓的深入资讯 深入资讯 然后再来他还有更多的摘要资讯 摘要资讯就是这份文件 他是由谁做的 有没有加密 或者是里面有 就是档案大小多大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那个摘要资讯 好 那接下来我就分 我的以色谣的独立的新功能 跟各位分享一下 所以你看这里面还蛮多新功能 要跟各位分享 分享完毕之后我们最后 我就快速先跳过了 反正尤其是2016改最多的就是 以色谣的部分 他加了非常非常多的统计图表 你们统计图表 我个人的认知是这样子 统计图表它是一个视觉化 视觉化的几股 你通常跟别人沟通 你是给他看资料表 还是给他看视觉化的统计图表 统计图表会比资料表来的更容易沟通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些图应该都还蛮重要的 所以加加简简希望说你们学会统计图表 举例来说直方图 例如说我们来去看新北市近10年 就是各行政区的犯罪分布 犯罪的分布情形 看看有没有年龄别的一个改变 你就可以用分布图来去呈现 好 这个是直方图 直方图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和分布这件事情 然后再过来就是 本来它这边有很多种图表 甚至还有瀑布图 3D图 好 那接下来Towpoint Towpoint它改的很少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边还是要教你一些 就是说 如何把荧幕分享出去给别人 为什么呢 因为未来绝对是一个 就是说 你不用到会议室来开会 你可能就是直接在你的座位上 你就可以去开会了 或者是假设我今天我没办法到那个会议室来开会 我可能就是直接透过远端连线 然后连线到那个某一个会议室 然后来去做一个观看简报 这样子来去做 所谓的一个开会事情 那你会说你的声音要怎么传送过去 大家都有手机嘛 对不对 手机其实是可以把声音传送过去的一个工具 好 再过来就是 这是现象展示 这都是 还有我觉得还是要教一点那个影像处理 但是影像处理 他这绝对是2010当时的重点 因为影像处理 这个影像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取人物 然后放到另外一张影像的某一个位置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去背 去背 去除背景 去除背景我想以前你可能要用影像处理软体 可是到了OBIS2010以后 完全不用再跳到什么影像处理软体 甚至还有影片剪辑也是 影片剪辑也是 2010他就不再需要你把你这个影片 然后放到别的所谓的影片剪辑软体 像威力导演 魅力四射 或者是Kinasia也可以剪辑 反正很多剪辑软体 大师级的 像Adobe的Premium也是 不需要再拿到那些剪辑软体去做剪辑 直接在PowerPoint的里面 就可以做影片剪辑了 那我觉得整个应用这边是很重要的 例如说我们今天假设你有一个Excel做好的资料表 如何应用给Word 好这件事 可是你要保留原本Excel的内容 原本Excel内容改变 Word的内容就要跟着改变这件事情 就是这里面的数字万一有任何变动 这边的数字要跟着变动 好 再来 甚至还有那个表格加入标号 因为像有时候我们在做图目录表目录 除了那个章节目录 还有图目录表目录 那图目录表目录如何去做 再来就是如果我们把Excel的统计图表放到Word里面 那又应该怎么做 然后图片如何加编号 编号来去做说明 然后去完成 我们要教你就是制作图目录 表目录跟章节目录 再来合并列印绝对是一个蛮频繁被使用的 那Word的标题文字如何变成简报 甚至简报里面内容如何把它再传送回来到Word里面 所以这些都是很棒的一个合并整合应用 还有就是假如说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图片的时候 如何去大量的去做成简报 那还有一件事情合并列印绝 就放在那个Word的新功能那边来去做讲解了 所以Word的那个合并列印 它要用到Excel的 标题文件还有Word的主文件 所以我想这些应该就是 构成这两天我们要上课 要告诉你的一些内容 好那我们就先来观看一下 我们的范例在什么地方 范例 我建议各位先在低碟底下 先在低碟底底下建立一个 例如说Office 2016资料夹 Office 2016整合 资料夹 好等一下我必须要把这些 范例给关掉 或者他不让我去做一个存档的动作 好就第一件事情麻烦各位在低碟底底下建立一个 Office 2016整合的整合的一个资料夹 就是你可以透过低止跌机 然后接下来 再用右键点空白的地方 新增新增资料夹 然后把它的名字取成Office 2016 那接下来重点是 我们的范例都放在什么地方呢 好 我们先最小话 打开Chrome 等一下我会把范例写在白板上 你就照打 因为我给各位的范例下载的位置是一个网址 所以我们就打开浏览器 例如说Chrome浏览器 或者是IE浏览器都可以 建议是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这边输入 https 写号斜线斜线 go.gl 斜线 YTZ RXT 这个GOO.GL 其实就是Google 就是Google 它只是GOO 这边有一个点 GL 它就是用很像Google的这个字 然后后面是YTZ 这三个字是小写 R一定要大写 X小写 T大写 然后Enter 然后接下来你看 我有这么多的课程 不是只有一个视窗就完毕 我把 我会一段时间 我就把它再往下整个排列 好 你看在这里面有类别有像影像处理啊 影片处理 还有像大数据分析 然后Excel的使用 再来还有像 GA GA网站分析 或者是Google公司的表单协同作业 协同作业在Google里面它认定 它叫做网页制作 网页制作 好 然后再来就是Libre Office系列 有Writer 有Calc 还有Inprice 其实我现在我也在想说 要不要也介绍IOS的Office 好 因为像什么Number啊 这些 我觉得好像也慢慢的有很多人在使用 再来就是Office整合 Photocap影像处理的部分 还有 你自己有空慢慢去看什么简报啊 海报 行动装置 就是智慧型手机 还有一些什么大数据分析 用Table来实现的工具 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甚至还有Vixio应该也有在里面 非常非常多的课程 如果说 如果说你想要再做一些学习 我相信这个网站完全都是免费的 非常可以提供给你做参考 对了部分 有些内容 他会 就是我会刻意在做出来一些更棒的新功能 但这些新功能就必须要去做收费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Ogis 2016整合应用 整合应用 有看到吗 影片连结 现在暂时还没有 但是有讲义下载 如果你要今天的讲义就到这个地方下载 可是我要请你们先下载范例 因为等一下我就要用这些范例来去 引导你去了解Ogis 2016的整合变化 所以你要到这个地方 你不要选错个范例下载 要选这一个范例下载 然后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个档案 麻烦各位 这8个档案全部都必须下载下来 那当你点了这个下载 点一下他 这个左上角是不是有看到一个箭头 点那个箭头 然后接下来他这边是不是就直接在做下载 下载完这个档案 再点这个档案的这个 等一下快下载完了 因为这个是影片 所以我到时候要教你如何做影片剪辑 好吧 我们继续点这个档案的下载 下载好了 点这个档案的下载 先把每一个档案都下载下来 这是你们现在先完成的一件事情 画面就还给各位了 我们刚刚下载了8个档案 这8个档案在什么地方 其实答案就在我刚刚讲这句话里面 你要记住啊 电脑它是符合逻辑 然后符合逻辑 其实都一直在重复讲废话 我们刚刚是不是下载 能不能帮我关掉我那部影片 先不播放那部影片好不好 先关掉 关掉就是右上角那个叉叉 把那影片播放那个 关掉 好 来画面就用一下 我们刚刚下载这8个档案 这8个档案放在下载里面 可以了解吗 我们刚刚下载的档案 全部都放在下载里面 可是对于自己电脑本机的下载 是在什么地方 在这里 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要打开这个资料夹 然后接下来你看左上角 左上角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下载 全部都在这里面 你自己数数看 一定是8个档案 如果你对于同一个档案 点了两次 他就下载两个一模一样的档案 只是他后面他会多增加一个叫做什么 例如说 例如说我现在刻意把这个档案 再点一下 他就下载两次了 对不对 对啊 所以你看 我们来去看 怎么还没下载 还在扫 可能是因为大家现在都在抢这个平宽 你看 他后面就多加了一个1 有看到吗 档案名称相同 档案名称相同 可是后面会多增加一个刮補1 如果你再点他一次 他又再下载 他就叫刮52 可以了解 所以记得下载 我们只要下载一次就好了 这个档我就先暂时删掉 所以这样有没有回答到您刚刚提问的问题 就是我们下载的档案 他就放在下载里面 可是是本机的下载 本机的下载在这里 好 那建议各位是把这8个档案 剪下来 因为我们的C跌会还原 所以下次你来 又要再重新下载这些范例 所以我们就把它直接放到第一次跌机 第一跌不会还原 所以我现在就用剪下 剪下 然后贴到第一次跌机 我刚刚建立一个OBIS 2016整合直接贴上 可以吗 因为早上这些动作我都实验 对不起 早上这些动作我都实验过了 所以基本上没有闪到 没有问题才对 所以贴上 好 你看这样我是不是就把相关的档案我都放进去了 放在第一次跌机底下 那是因为我们这边 只要你重新启动电脑 C跌所有的资料 都会还原成刚安装好的状态 好 就是以前软体安装好的状态 所以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请你第一件事情 你就看这个Win10 Win10这个logo旁边 是不是有一个资料夹 点选资料夹之后 点下载 你就会看到 你就可以发现 刚刚这里面就有八个你下载下来的档案 然后记得把它剪走 贴到第一次跌机里面 好现在请各位动手来去做这件事 就是完成办例的下载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去进入到Office 2016 首先我要请你们特别注意一件事 Office 2016怎么样打开 例如说假设我想要开Word 以前我们在这个Windows的logo 点下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能有什么所有程式 可是你会发现 现在这个Win10作业系统跟之前Win7就不太一样了 它没有什么所有程式 所以呢 所以我建议各位 我建议各位 这也算是一个就是非常庞大非常多资料的地方 它是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例如说ACBE 你看像以色雅就在这边 它是软体名称第一个字的字母来去做盘列 可是 可是 请你稍微知道一件事 有时候我们不想要花时间去找 所以 就是 不想要透过这个卷轴来去找的话 你干脆在这个地方直接搜寻 搜寻 例如说 假设我要搜寻Word 我就直接输入Word 这样子是不是比较快找到 点一下Word2016 是不是就可以打开Word 可以了解 这好像跟之前 你打开软体的方法不太一样 然后点选空白文件 这样是不是就打开Word了 好 我再重做一次 第一件事情是不是点选Windows 然后你可以按照字母顺序来去找 像例如说 Word是不是W开头 所以你就拉到最下面 为什么 ABC一直排到最后 W在蠻后面的 所以你去看一下 W W里面 所以我看到Word2016 所以就点它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打开Word 然后点选什么 空白文件 这样就开启了一个新的Word软体 以及新的档案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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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软体太多了 所以它就提供了一个功能 用搜寻的方式 对不起 然后例如说在这边 我们就输入Word 我们就输入Word 然后这边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快速的涨到Word2016 点它 这样子就可以打开Word了 就换你们来去做做看 这是 这是 开启 软体的方法 可是 我觉得 重点是 你要懂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它要改成这样子 我还是要回归讲一句话 就是 Office Office 365 它是一个 就是说 我们需要使用的一个套件 然后里面 它就有非常非常多的APP Word2016 是一个APP 以下2016 是一个APP 那这种概念是不是很像我们的手机 所以未来 你就会发现 你的 你的那个 画面 就越来越像 手机了 或者是我这样说 你以后不会再买这种桌机了 你直接就可以 直接在 直接在你的平板上面 就可以开始去工作 这是 接下来 我们都在 朝这个方向来去发展 所以 记住一件事 这些软体 全部都变成 APP 好 所以 麻烦你看你要用什么方式去打开 你可以用Windows 这样子找字母的方式 或者是 找到 例如说打开Excel 或者是 用搜寻的方式 找到 软体 可以吗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开启Word这件事情 这是 问时 刚刚是指说 开新的 例如说 Word 2016 或开一个 新的 Excel 2016 开新的 PowerPoint 2016的方法 那如果是旧档的开启 旧档要配相关的软体 它没有改变 你看 在资料夹 我刚刚是不是把所有的范例放在 低词叠基的 Office 2016 整合 假设我现在打开一个Word的档案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Office 40张 我就快速点亮一下 里面如果有Office 2016 他就用2016打开 所以这边开启 开启旧档完全没变 可以吗 所以等一下你就记得 快速点亮一下 打开 Word这个档案 Office的40招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他说 受保护的检视 因为 为什么会多了这个字样 其实这个从2010 那时候就有了 还是跟各位提醒一下 因为我们刚是不是从网路上抓下来的档案 我们是不是从网路上 这个网址下载下来的档案 对不对 安不安全 不安全 对不对 凡是别人给你的档案 它可能都存在风险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说这个档案是受保护的解释 所以记得一定要 一定要小心 小心 那因为我给你的档案不会有问题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点 启用编辑 如果你不点这个启用编辑 现在我能不能去做选取之后 Delete 选取不是编辑 可是Delete就是编辑 对不对 当我点Delete 它没有反应 为什么没有反应 因为我还没有开启编辑 虽然这个档案已经下载到我的第一次编辑了 但是因为我没有编辑权 就算里面包含了聚集病毒 很抱歉 这些聚集病毒都被锁起来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档案是安全的 可是什么时候开始会不安全 就是当我点了这个启用编辑 所以他会认为就是说 只要你从网路上下载下一单档案 你要先去思考这个档案 来其来有致吗 是你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 好 如果你知道的话 我想你就可以点这个启用编辑 基本上这个档案应该是安全的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是稍微带了一下 什么叫受保护的检释 但是受保护的检释 还不算真正的把这个档案 就是拥有它 因为你现在根本就不能编辑 好 所以怎么样去开这个档案呢 就是快速点两下 所以Office 2016 开启就档的方式 应该讲说Windows 10 作业系统 开启我的就档的方式 没有改变 所以快速点两下 是不是就可以打开这个范例了 好 所以请你们练习 打开一下Office 40招 这条范例 我认为 我认为就是在 当你用一个新的软体的时候 你一定会遇到 找功能这件事 所以它在2016版 它就直接 直接 这边多了一个 在所有的功能标签的最右边 它就直接提供给你一个新的功能 在这里 在这里 告诉我你想要执行的动作 有看到 那Word的有 请问你觉得以色谣有没有 一定也有 PowerPoint的有没有 一定也有 因为你到使用任何一个新的 例如说 以色谣有 PowerPoint的 VCO Project 或者是 ASIS 还有它的邮件软体 我相信它右上角绝对通通都有什么 告诉我你想要执行的动作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例如说我想 我现在邮标在这边 例如说邮标在这边 我点它 我想要去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 我们就先假设 我们都不知道插入图片在哪里 所以我就直接输入 我就直接输入 你看 插入图片 可以吗 我就直接输入插入图片 然后Enter 你看它是不是就直接去找那个图片 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根本就不用知道说 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 我1要先点插入 插入 2要选图片 这件事 可以吗 好 那所以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图片 应该这里面都没有 因为Win10把所有的图片全部都拿掉 为什么 以前Win7不是有几张那个图片吗 Win10为什么全部都拿掉 因为它希望你直接上网自己去抓你想要的图片 这样不是更好吗 与其给你4张6张 干脆给你全世界的图片 对不对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连上手机 所以就直接连你的手机相簿 或者是那个 这边你自己存的图片 可是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我想绝对没有什么很大问题 你不用再刻意的花时间来去做 插入在哪里 图片在哪里 这件事 我再举例 画表格 绘制表格 所以我点一下 绘制表格 插入表格 插入表格 然后接下来 Inter 它为什么跳出来这个图示 是不是接下来 例如说我在这边 我假设想要做一个形式例 5月份的形式例 1 2 3 4 5 6 7 然后接下来 选5周 6周 你看我是不是就插入好了一个表格 可以了解这个功能的重要性吗 就是 假设你要做合并列印 你就输入合并列印 假设你要 插入统计图表 你就直接在 直接在告诉我你想要执行的动作这边 你就直接去输入 插入 例如说统计图表 或者是插入直标图 就好了 试试看好不好 看你玩一下 我觉得这个功能 是最 是对各位 新加入 使用OBIS 2016的人来说 应该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 让你们动手来去做做看 我现在介绍这一个 告诉我你想要执行的动作在讲义的第10页 而且 如果你用英文版 这英文版就是 Tell me what you want to do 我们现在来继续观看一下 这个深入资讯 深入资讯 我觉得这也是蛮实用的一个功能 例如说 选到小美 选到小美 滑取右键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智慧查阅 点下这个智慧查阅 这边就会出现深入资讯 深入资讯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深入资讯的主要查阅的范围 是包含到网站 包含到网站 它有什么意思 以前呢 我们就是在文件中寻找 可是现在不是了 你要在文件中寻找 就直接在这边输入小美 可是我现在我的做法是 选到小美这两个字 然后用滑鼠右键 用滑鼠右键 这边 这边有一个 等一下 我先把它关掉 滑鼠右键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智慧查阅 点选智慧查阅 它就直接在网路上 例如说 它去找有图片 有文字说明 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今天换 换一个内容 举例来说 什么叫做老板 滑鼠右键 然后这边智慧查阅 你看 它这个地方 就出现老板大概长的样子 还有 那个从网站上面搜寻出来的相关的内容 好 那重点是 如果你觉得这些不够 你还可以点这个其他 它继续去找 继续去找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想要这个图片 那你其实可以 点它之后 然后去直接连 直接连到这个图片 点它 然后接下来去做 例如说图片的下载 可以直接来去观看这些网页的内容 例如说我点老板与老板 应写哪一个 对不起 这边我们就 挡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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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 这个 部落格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 在这个地方 这个一定挡 因为刚刚那是到大陆那边去了 对不对 公家机关网络一定会挡大陆 那刚刚那个图片为什么不会挡 图片它是在台湾的图片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说 你撰起好的文件 内容 它可以深入资讯 透过深入资讯 来去做一些 就是文章内容的一个介绍 这个网站可能慢了点 但它不是大陆的网站 应该不会挡 好 我只是 我只是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这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还蛮不错的一个功能 好 这个叫猜你喜欢 记得就是 选一个 选一个名词 或者是你想要查的一个词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选这个智慧查询 然后 它另外一个名称就叫深入资讯 这个为什么会 一个地方叫智慧查阅 一个地方 这边是不是叫智慧查阅 这边叫深入资讯 这就是那个 这个后来翻译的人 后来翻译的人 他没有把这边做好 这个翻译的动作是大陆人在翻译的 好 所以他就翻译好之后呢 他就直接 直接直接用那个简体中文转反体中文 他就直接变成深入资讯 其实这个深入资讯就是这边的智慧查阅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玩智慧查阅 我们接下来这个深入资讯之后呢 我们来去观看它的功能版式 功能 功能这边的排放方式 首先我看到档案 常用 插入 设计 这延续2010 Office2010它的概念 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当我点了常用 没有没有发现它功能选项在这边 功能选项 插入 它的功能选项是不是都在这边 可是唯一只有档案 它是用整页的方式 就是 就是 就是当我今天呢 当我今天常用 常用的这个功能标签 你一定是要互相搭配文件的内容 来去做一些事情 可是唯一只有档案 它是针对整体性 整体性来去做设定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会看到整个满板 全部都是这个相关的 相关的功能 就不会像刚刚 放一个小小的功能标签图示 好 所以这边的一个主要差别 只有档案 它变成一个整页 整页的排列方式 好 那我们先来观看一件事情 它这样子的一个排列方式 有一个很重要的顺序 很重要的一个用途 就是 假如说我们今天常用 插入 设计 你按照这个顺序来去制作文件 做完文件之后呢 大概这份文件 做到 例如说版面设定 OK 基本上就可以去存档 结束了 举例来说好了 你看常用里面放置的功能 假设我现在我所有的文字 所有的文字 我先设为内容 你看哦 常用里面 假设我今天呢 我可能就先把所有的文字 我先打好 打好之后 你就要把它设为 例如说它是标题一 这个是标题二 然后这边可能就是相关的内容 内文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是不是要设成标题二 好 依此类推 就是把它都设定好 设定完毕 这就是我们的常用在做的事 常用做完之后呢 请问一下 我们可不可能要再去插入一些表格 对不对 就是当我今天我的文字描述完毕之后 我可能会搭配很多的表格来去做辅助说明 或者是图片来去做文字的一些描述 所以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也是会做一些插入 甚至会插入这里面的相关的 例如说夜走夜尾 夜马等等这些资讯 那在接下来呢 我们可能就会去设定 设定这里面的文字的 像这种标题样式的格式 或色彩自行浮水印等等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就整个整个版 例如说你要直印横印或者是决定大小 设定完毕之后 大概我们就可能去做储存档案 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 这是一个制作文件的流程 那如果说你可能可能版面设定完 你还要去建立一些目录啊 参考目录像图目录表目录这些目录的话 你可能就可以透过参考文件 如果你还要再做什么合并列印 那你就到邮件里面去做 这些都是额外的额外要做的事 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做的顺序就是 常用插入设计版面配置 然后接下来做档案的储存 我想这样子一个顺序的安排 可以让新手刚开始接触到Office 2016 他有一个工作要领 就是你只要按照这些顺序做完 大概一份我的文件就做完了 所以这个排列顺序蛮重要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认知 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棒的功能 是绝对值得你来去使用的 就是我们其实在上面有一列 上面有一列叫做快速存取工具列 这个快速存取工具列 它可以收集功能标签里面 经常使用到的功能 那这个就是因人而异 许例来说假设我今天我是一个 我经常使用Word 我经常使用Word的人 所以呢 常用 我想他都已经命名为常用 代表这是我经常使用到的功能 然后插入 插入里面 我可能在制作一份Word文件 我会经常插入表格 所以我就插入这边 滑鼠右键点表格 新增至快速存取工具列 这边是不是就多增加了一个 然后我也会插 经常插入图片 甚至线上的图片 你看当我选择这边 是不是就会增加了 然后接下来我也会常常插入图案 后面我可能会去经常设定插入页 还有还有还有假设我也会放那个文字艺术师跟手字放大 然后接下来设计设计应该我都没有常常需要使用的功能 版面配置我必须要去设定我的边界还有大小 甚至要不要分栏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我就把这几个功能插入设计 版面配置 经常使用到的功能 我就放在这个地方 到时候我还需不需要去找功能了 不需要 我就只需要在这个地方 点它 例如说 假设我要在这个位置插入一张图片 我还需要点插入图片 不需要 我只需要点什么 我只需要点这个图示 点它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是插入图片 这样是不是可以很快的去完成插入图片 或者是我点这个图示插入线上图片 点一下 我是不是就可以很快的去找 例如说老板的图片搜寻 好 例如说假设我要用这张图片 我是不是就点一下它 然后插入 他就把那张图片 就直接放到这个位置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功能 我只需要点一次 可是在这个地方插入线上图片 我是不是要点两次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快速存取 你把这个功能放到快速存取 是不是可以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而且这些位置都在固定的地方 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快速存取工具列 是蛮频繁应该被我们经常使用的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现在动手来练习一下 就是说把经常使用到插入里面的功能 设计版面配置 甚至参考资料邮件 放几个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快速存取工具列里面 然后来去操作一下 快速存取工具列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找到功能的工作效率 那如果说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 你不想要了 那就直接 例如说滑鼠 假设我把这个分栏 我不想要了 滑鼠右键点它 从快速存取工具列移除 点它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 快速存取工具列里面 就没有那个分栏的工具了 滑鼠右键点它 从快速存取工具列移除 好 这是必须要请你们稍微学会的事情 这样快速存取工具列才算完整都掌握 你可以去把你常使用到的功能 放到快速存取工具列 也可以快速的把这个 不常使用 就是把它从快速存取工具列移除掉 好 记得就是用滑鼠右键去做操作 好 那就 请你们先动手来去移除掉 几个 你觉得 刚刚只是练习 然后现在把它实际的 把它再做一些调整 好 这是平用给你们参考 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 10点45分 10点45分 先进教室 好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手写笔功能 因为手写笔它其实也是大量用到AI这个技能 我们来观看一下 假如说我们今天想要在自己找一个位置 自己找一个位置 你可以多按几下空白键 然后在这个地方插入方程式 当然插入方程式 传统的做法就是我们先去找 看我们是要用什么Sigma 好 那就用这种运算指标方式 然后再去找 好 可是 可是 可是你选择对或不对 这也很重要 例如说 我讲义上面所放的方法 好 调整 修改 好 我们现在练习一下就是 讲义上面所 附的在讲义的第二页 例如说 我先写一个Sigma 你写的 不是很精准 都没关系 它就会把你所写的符号 自动的去呈现在预览的窗格 然后 例如说I 等于 从E开始 到N 然后 接下来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写的是K 加上 例如说 A N 好 你看一下 这样是不是就完成了这个公式的撰写 然后点选 插入 然后 之后 你就可以发现 这个公式是不是编辑得蛮漂亮的 因为透过 刚刚这样子一个撰写 可能不会花你很多时间 可是有可能你在撰写的过程 你可能会写错 所以我刻意的来去讲一下 如何做 编修公式 也就是插入底下 这个方程式 然后 选笔基 方程式 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刻意写快一点 就很有可能会产生错误 I等1到N 然后K 加上 A N 好 例如说我要插掉这个N的部分 所以这边有一个功能叫做插掉 所以当你点一下 那 用拖曳的方式 它就可以把这个N给插掉了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子来去插 插一个范围的意思 好 那 那 当然你要是插掉 当然要继续再把它补写上去 所以大概就用这两个功能 应该可以很快速的帮我们去完成一个公式的撰写 那接下来就要请你来动手玩玩看公式 公式里面有一个笔基方程式 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智慧工具 接下来我想要教第三个 第三个 讲义里面第三页 它叫做 第四页叫做布景主题 你现在觉得这样子的布景主题 布景主题 它总共提供了三种模式 给你参考一下 第一个模式就是你现在看到这种 这种 例如说标题是蓝色 标题是蓝色 功能 下面的功能 它就变成一个灰底 你实际的编辑区是白底 大概分成这三块 好 这就叫布景主题 整个面板的布景主题 那这边档案底下 有一个叫做账户 你可以把这个布景主题去做修改 修改成这个深灰色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那个整体 整体它分两大块 第一大块就是不管是标题功能 或者是左边的导览 右边的共用等等 这个我们先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它就是灰底 白字 然后接下来这个编辑区 编辑区 这里面放置的是白底 例如说黑字 就是这两边这个颜色 其实是完全对比 好那你会说 谁需要这种模式 色盲人士 或者是视力有障碍的人 他会需要 他会比较倾向用这种模式 或者是当你今天你需要去看那个黑白列印的状态 那就蛮适合用这种模式 好所以他多增加这种布景主题 甚至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边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你点档案账号 底下之后还有白色 好我们先来去看一下 就是从头到尾全部都是白底 这不就是以前的模式吗 就是以前OBIS2010 所有地方全部都是白色底 所以看你习惯用哪一种模式来去观看你的功能 所以我建议各位要不要还是 因为我们是教新功能 建议还是选择 档案账号账户底下的彩色 去观看 我觉得这种配置方式会比较好一点 至少会有区隔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玩 这就是office的布景主题 彩色布景主题 我们刚刚介绍都停留在就是 Word也好 Excel也好 PowerPoint也好 反正通通都有这些功能 可是我接下来我要特别介绍 Excel它独有一个很棒 但是又跟智慧是有关系的功能 叫做自动分析 快速分析 快速分析 因为它到PowerBI 现在在推的是自动分析 所谓自动分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假设这边是有一个屏幕 好 台下座的台北市市长总统 副总统 五院八部各主管 好 我现在有报告 报告什么呢 请画20 各年销售统计直标图 马上画出来 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 好 好 我在说 接下来 请比较 这两 近两年的趋势分析 好 这个图马上变动 你肯定懂我在讲什么吗 我在命令 这个变 这边只是一个屏幕 它在操作 这叫自动分析 但是 是由谁控制的 是由人 然后他只听懂 我现在叫他做什么图 这早就已经出来了 所以画图 这些都不是 已经不是就是说 人应该做的事 不要再去跟机器抢这个工作 而是要去判断 判断下指令 去叫机器做 这才是我们人应该做的事 好 自动分析 请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都去看一点 我现在教的什么大数据分析 那我们现在去介绍 例如说我现在打开 这个超市范例 超市范例 当我打开这个超市范例的时候呢 我可以去选 我可以去选 这些全部的内容 这边跑不出来 这边跑不出来 好 那这样子好了 我们来去选 例如说 选这样子的内容 选到这边 选一点点就好了 右下角这边多了一个功能 多了一个功能 它叫做快速分析 有看到吗 快速分析 我就是要讲这个图示 点它 它说 我们是要去设定 资料格式吗 还是统计图表 还是总计 还是表格 还是趋势图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今天我要画 画图表 比如说画什么什么图表 对不起 因为这边有一个数字很大 这边有一个数字很大 稍微改小一点 比如说1万 好 对不起 我再重新选 然后接下来点图表 有看到吗 然后点一下 它是不是就画好了一张图 意思是什么呢 通常我们今天做完一些韩式的计算 然后产生出一个结果档 这个结果的资料内容 我就可以在右下角 直接找到 直接找到相关的 例如说画图工具 或者是格式设定工具 或者是画趋势线的工具 你就不用到处去找 什么功能在什么地方 所以再做一次给你们观看一下 首先 首先在 例如说这个地方超市范例 我们点这个订单 点这个订单 订单稍微拉到右边一点 是不是有产品名称 销售额 请把这个值 因为这个值太大了 非常大 其他就变成非常非常低的一个数值了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把它先改成1万 然后接下来选 选几个就好了 选几个 然后接下来呢 右下角 它就多了一个图式 然后接下来 点它 就可以 看你是要去做格式的设定 格式设定 有看到 或者是画统计图表 你先来画趋势图 例如说 这边有一个叫做 输赢 对 因为全部都是正值 全部都是正值 所以没有输赢图 好 然后图表 例如说画这个图表 你看我们是不是 这样子就可以产生了 这个是129 这一点点 可是像这边已经高达1万 1万2 好 所以这三个值是比较高的 就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快速分析 这快速分析 它背后也是隐藏 就是说 看你希望它做什么事情 你不用再上去找上面的功能了 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现在这样子选快速分析 它其中图表里面有一个叫做其他图表 这个其他图表 这边是不是导入一个问号 它就要猜你可能会想要画的是什么图表 所以它就直接进入到建议的图表 那建议的图表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它有些我觉得还蛮棒的组合图 它会出现在这边 好 例如说好了 例如说 像这张图 它就会说 我们这些按照那个比例来去做分析 例如说 前三 就是假设我们这边总共有10种产品 前三名是不是非常高 然后剩下的7个产品都其实销售的很低 也就是公司有非常明显的主要产品 就这三项 好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组合图 这条线是要怎么看呢 也就是说 第一个产品约占40% 第二种产品约占30% 那就是加起来就变成70%了 有看到吗 第二个产品 这叫累积折线 然后第三个产品再加起来 已经约占95%了 有看到吗 然后接下来这些剩下7个产品 是不是跟这边慢慢累加 它的变化幅度是很小的 所以它就会在这个地方产生很重要的一个转角 这个转角 这个转角 这个转角以一般公司来去看 它就会觉得说 如果这个转角 它越早发生 那就公司的主力产品 明星产品是比较少的 那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公司是以卖日常用品为主 就不希望是有这种事情发生 或者是我举那个犯罪的事情来说好了 假如说今天我们来去看 假设所有的交通工具的失窃这件事情 全部都主要是以机车失窃为主 其他就是慢慢增加慢慢增加 增加幅度就直接分界只有在机车 然后连汽车或者脚踏车都很少 这样代表说所有的失窃是以机车所产生的事件是最多的 我只在讲这件事 所以这种组合图它会放在这种建议的图标里 我觉得这是蛮不错的 因为它既然要拆你可能想要画的图 干脆它就把组合图也直接拆进去 你自己要是从所有图标里面来去找 你自己也找不出来到底要画什么图 为什么 因为太多了 多到你不知道该怎么选 可是建议你 这边是不是有建议的图标 这是非常棒的一种图 它可以增加刺激你的联想 好 比如说点确定 你看这个组合图是不是就画出来了 好 我先把它删掉 其实在这个地方插入建议图标 就刚刚那边所看到的 跟建议图标所看到的是一模一样 可是我要特别特别强调讲 建议图标里面它多增加 参谜喜欢可能是要画组合图这件事情 可以真的帮助你 增加很多的思维 所以这个组合图我觉得很棒 所以提供给你们参考 刚刚的做法是这样做 选到一个半维 点它 然后图标 其他图标 就是建议的图标 然后记得选 选 通常组合图都在下面一点 确定 好 请我们现在动手来去看一下 建议图标 这就是 我们刚刚介绍 就是说它这里面 在2016这个版本 它多了非常非常多的范本 范本是什么呢 好 来做给你们看 档案 档案 档案底下 是不是有一个新增 新增 通常我们新增空白文件 然后开始打自己的文字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你想要做履历表 这我想这里面已经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履历表 可以提供给你参考 所以你在这边你可以 你可以直接输入一个主题履历表 然后接下来点搜寻 你看像这个蓝色球体履历表 然后简明履历表 创意履历表 精美履历表 反正就有很多种履历表 提供给你参考 这个卷球慢慢拉下来 你看履历表 功能履历表 基本履历表 好 再往下了 你是不是有发现光是履历表 它就出现了非常多种样式 请问你觉得有没有比Office2010多 或者是比之前你用的版本多很多 应该有这种感觉 因为实在太多了 太多了 不过这边 因为这个功能绝对不是只有Word多 不是只有Word有很多版本 如果你刻意去打 例如说预算 预算应该是跟e sale有关系的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 通通都有预算 假设我今天我打预算 你有没有发现 它就会告诉你说 你要去别个软体 不是打开is Word 这样可以理解 预算也是一个表格 或者什么收支表 它会建议你 请你到以下去找 而不是在Word里面找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现在再换一个主题 我要找那个形势力好了 形势力这个表格 所以我就输入行势力 所以我就输入行势力 行势力 然后点选搜寻 然后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行势力 例如说2018年 2018年都2018 那有没有2019 好我们先打开这个好了 先打开这个 然后点选建立 这是2013年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范例档案了 可以吗 好 前面现在动手 例如说打开这个范门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里面有非常多的范门 你可不可以打开什么生日卡片 卡片 你也可以去打开什么节日或者是自转 反正就一堆的范门等着各位来去使用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五月份 五月一号星期三 五月三十一号星期五 应该没有问题 五月一号星期三 五月三十一号星期五 可以吗 可以吗 那你去看那个一月 一月一号星期二 那就往上 一月一号星期二 所以记得要把这个三要改成九 好 不过它这边它是 看你下载什么 它应该是写了功能变数在里面 所以才能够去做这些调整 这只是提供给你参考一下 那这里面的范本真的非常多 我就不一一介绍 你要不要再改一下 记得 记得就是在新增 只有新增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范本 好 什么 你可以去输入 假设你要做卡片 或者是什么什么活动的卡片 假日 信件 传单 这边通通都有 那就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 因为你们应该都没有哈喵 有没有谁有哈喵 都没有哈喵 因为微软公司一定要有哈喵 我们才能够共用 大家一起来玩那个OneDrive 都没有在用 我们来看一下 Word这边的新功能 因为可能今天我们会把整个Word Easell Powerpoint的新功能全部都讲完 然后大概让你熟悉 它就是做这些的修改 那画面就用一下 我们来观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今天来去做 例如说好了 我现在这份文件我已经打好了 可是如果你觉得那个黑色上面你不喜欢 或者是那个标题大小不喜欢 你要回归到原本统一的设计 它这边提供了一个设计功能 这个是新功能 设计底下的新功能 当然就只有Word才用 好 其实这叫布景主题 之前它叫做那个 放在就是版面配置里面有一个布景主题 但它直接拉出来 它就叫设计 你有没有发现 假如说我今天我不喜欢这种字体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改 例如说假如我换第二种 它就把刚刚的原色都换掉 例如说这是我的标题字 我刚刚的标题字 一个是深蓝色 一个是橙色 那假设我今天换成它 是不是都可以发现它做某种程度的修改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针对就是这里面的样式 挑选你觉得比较好的 假设我现在选好了 那我是不是又可以再针对这里面 我觉得我想要把字体变粗等等 你可以再做修改 可是记得修改这些样式是在常用 常用 例如说这是标题一 所以修改 我们是在这边做修改 因为我们要一口气把所有标题一都做修改 而不能够直接只有选到这个段落 进行常用底下字的色彩修改 这是不一样的概念 我现在就直接动手做一下 我想把它改成粗体 连字型我都换掉 我不要这种星系名品 我想换成微软的正黑体 还有为了让大家知道我的修改 所以我把色彩换掉 换成红色字 所以滑鼠右键给它修改 然后接下来 请把这个字型 字型假设我要的是微软正黑体 微软正黑体 然后接下来 我要出体 然后字型的颜色我要红色 确定 你看哦 这个成功简报关键篇 这是第一个标题一 第二个标题一也被我改掉了 第三个标题一文字 是不是也被我改掉了 要这样子一起做整体的修改 要学会这一招 你不能一个一个改 你一个一个改 你就会发现假如说像这种 我可能就要改好多次 这样会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就算了 你还有可能会漏感到的情形 好 所以我们做两个动作 做两个动作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设计 Word的功能哦 设计底下 例如说我选择 最后这一下 我选择最后这一下 好 我觉得这样子的大小配置是比较好看的 好 设计底下 我选最后一下 再接下来我想把这个字 字的颜色换掉 你当然很直观的想法 就是常用底下这些 选到字之后 常用底下这些的字的修改 不可以这样改 我们应该是要看说 这是标题一 所以常用底下的标题 在标题一里面进行文字的修改 所以滑鼠右键修改 然后把字型换成 例如说微软正黑体 初体 然后颜色改成红色 确定 你这样子的话 你等于把每一个标题一都修改 你看哦 我现在再点回去这一个 再点回去这一个 是不是都做了一些修改 记住 我们修改 要针对 它同样是标题一的 一起做一致性修改 这才是正确的操作方式 现在就换你们来去动手做一下 一致性把标题一修改 记住 当我们今天我们在做WORD的时候 一定要使用高效率的方式来去制作 所以我有推一个课程叫做WORD高效文件制作 非常期待 希望你们来去看那个影片 因为有很多人用图把链钢的方式来去修改 我现在把这个范例 我现在把这个范例 关掉 我再重新讲这个设计它的好处 好 例如说关掉 不储存 我重新打开这个Office40张 我就会 就是变成 我现在我想要把所有的标题二修改 请问如果你要去修改字的颜色 把这个橙色换成黑色 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来去换颜色 例如说改成自动 它是不是就变成黑色了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到第二个标题二 选它然后改成黑色 第三个标题二 选它改成黑色 这个做法叫做什么 图把链钢 就是 你有40个 你就全部一个一个都要去做完 对不对 好 它这边 它绝对提供了你一个很棒的功能 你现在这个标题三 标题二已经改成黑色 对不对 它这个地方 针对这个常用样式标题二 它有一个功能 叫做更新标题二 以符合选取范围 它的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标题二 就用现在这个黑色的格式 来去替换 只是它写的那个文字 就是让你看不太懂 好 我再重新讲一次 我们做事情一定会有 就是word它在写 它一定是要朝那个文件 就是提高效率 这个方式来去写这些功能 对不对 像它刚刚就提出一个 我希望怎么编号 那当然就会 微软公司它就会相对应 有一个配套的措施 来去完成顾客的需求 那在这个地方 千万不要把每一个标题二 都逐一的去改成黑色 你只要改好一个 然后接下来你就用 游标一定要落在这个标题二里面 然后呢 常用 样式标题二 用滑鼠右键点它 它有一个更新 更新 标题二 更新标题二 以符合选取范围 它这句话的意思真的是写颠倒了 用选取范围 用我现在游标所在的这个地方 这个格式 来去更新所有的标题二 如果是这样子讲 我觉得如果是颠倒过来讲 大家就会看懂了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根本就是英文直接翻译成 中文所导致 连我们都看不懂 好 来 请你点它 你看 所有的第四个标题二 一定也变成黑色 第五个标题二也变成黑色 最后一个也变成黑色 这是我觉得你必须要知道的一个功能 绝对不要一个一个改 你记住 如果你以后你要做那个一个一个修改 你改到第二个第三个 你就该写信问老师了 有没有更有效率的做法 绝对有 它放在这里面 好 记得这个功能叫做 应该叫做符合选举范围以更新标题二 就是拿这个范围的量式去套用 套用所有的 例如说标题二 来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你可以重新打开这个范围档案 这不是新功能 但是我觉得这是提高工作效率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千万不要一个一个修改 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做出设计这件事情 好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我插入一张图片 举例来说我在这个地方我插入一张图片 那我当就是用什么 插入线上图片的方式 好 然后接下来在beam里面去做搜寻 微软公司的搜寻请示叫beam 这是各位必须要知道 例如说我去搜寻apple 然后点选搜寻 重点是我要请你们特别注意一下 尽限creativecommons是什么意思 这个 这个叫做创用 这个叫做创用的一个协定 也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我们不打勾 不打勾 我们可以找出来非常非常多的图片 好 可是当我现在我仅限creativecommons 这个原则 我找出来的图片就会比较少 但是这些图片呢 它会变成就是说 它提供给我们自由来去使用 那如果说你今天不打勾的话 它可能你会下载到 就是不提供我们自由使用的权限的图片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知道 那到底什么叫做creativecommons 这个概念我觉得你们要知道 因为现在不能随便乱 乱抓网路上的图片来使用 所以我现在我就直接打 叫我打中文 因为我想要给你们看也是看创用 这边创用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一个台湾创用CC计划 CC就是creativecommons 然后台湾后面就变成台湾 CC台湾 那有没有CCUS CC 那个 什么英格兰 或者是什么CC Italian 绝对都有 世界各国 现在都是说用这样子的一个创用计划 那我们现在点一下它 什么叫创用计划 它就是我觉得它这边解释得比较好 所以我们来去看创用CC懒人包 它说大概把所有的图片分成四种授权要素 来去做分类 第一种要素就是说 如果这张图片标示为是这种图 代表你必须要标示作者是谁 这个有看到 那如果这张图片 它前面它写了一个金钱符号 中间一个斜线 那就是禁止商业行为 就是你不可以把这张图片拿去卖给别人 或者是在你的一个 反正就不能有金钱的行为 反正就不能有金钱的行为 就对了 还有这个等于就是说 它给我是什么 我就一定要维持原状 那就是禁止感受 还有一种就是相同方式分享 我从网路取得 我也可以用网路的方式给别人 这个叫做相同方式 它给我的是JPG 我就只能保持成JPG 给别人 不能改成什么PNG 或者是TIF 好 这四个原则大概知道了 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 刚刚在Word里面 这个图片 就是说 这些图片一定要符合 那个图片的拥有者 他对于自己这张图片 他也许会下了一个 你用我这张图片 你一定要保持 就是 例如说著作人的名字 好 类似像这样子 如果有像这样子的图片 你去使用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好 千万不要选择 那个 就是不限Creative Commons的图片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里一定要打勾 好 我宣导完毕了 这很重要 你不要到时候 用了一些图片 然后罚官问你 你为什么用这张图片 你说是老师教的 然后老师是谁 找我 我必须要去出庭 那我就可以把这一段影片 简录出来说 我当时我有这样子教这位选生 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吗 不然的话真的大家都随便乱用图片 然后都说老师教的 好 这样就不对了 你应该要去了解 就是说 你现在选择的是有Creative Commons的图片 因为已经超过2016年之后 大家现在用的图片都会比较谨慎小心 而不是随便乱抓图片 假设我现在我抓这一张图片 然后插入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插入一张图片 我不是要教你插入图片 我是要教你插入合法 可以使用的图片 然后呢 然后接下来 我想要把这张图片变更 我现在要教你是变更 好吧 麻烦你先下载一张图片 也许你是下载一张Dog 你把Dog变成Cate 都可以 等一下我要教你直接把这张图片 例如说我现在缩小 然后我要排好板之后呢 我直接我要再插入另外一张图片 取代现在的图片 我等一下再教变更 好 麻烦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麻烦请你们现在先插入一张图片 例如说 Apple Dog Nature 都可以 例如说这一张图片你要变更 好 请问这张图片是不是也可以变更 它都有变更图片 只有在Office 2016 Word 2016里面 图片它是可以直接变更图片 好 所以图片变更图片怎么做呢 例如说我现在刻意的把这张图片 稍微先缩小一点 然后滑鼠右键 变更图片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Bean里面 我就直接输入 例如说狗 随便你要输入猫也可以 例如说我输入Dog 然后搜寻 假设我现在我找这一张 这一张 然后插入 你有没有发现刚刚那个图片大小没有改变 这才叫变更 我现在我教你的这个功能 不是说我就插入 我再重新 我先把它删除图片 我再重新插入一张 可是你那个大小 你是不是就跑掉了 现在是图片的尺寸被限制住 这才叫变更图片 好 现在前门动手来去玩这个新功能 变更图片 我们现在 现在来去介绍一个 本来真的就已经有 但是它现在搬家 让我们不好找 首先 我现在插入一个表格 我想要介绍就是说表格里面的图片 应该是要被锁定大小 不应该 我插入图片 然后表格就动来动去 然后导致我排版整个乱掉 所以我先插入一个表格 我插入例如说三栏五列 那我希望我插入的图片 宽度就这么宽 它高度可以上下调整 高度可以上下 但是要同比例的上下调整 宽度我就锁定这么宽 我不希望它变来变去 如果你现在直接插入一张图片 插入线上图片 例如说猫搜寻 第一只猫插入 那假设这张图片是很大的 它是不是就破坏我原本的表格 对不对 请问我表格宽度是不是就被 就是破坏掉了 对吧 好我先还原一下 我现在我 我希望我的宽度是锁定的 那插入进来那张猫的图片要稍微 就是同比例缩小 宽度就只能这么宽 就只能这么宽 可是高度要依同比例 宽度缩小之后高度变成多小 好 那这件事情是这个表格 表格工具里面的版面配置 表格的内容选项 麻烦请把自动调整成内容大小 关掉 就是我 我觉得这句话写的也是有问题 自动调整成 请问是表格大小 表格内容大小 还是图片内容大小 图片内容大小 它就少了两个字图片 记住我们讲话的时候跟别人沟通 不要省掉主词 授词 只讲动词 这样是不好的讲法 好 会产生很多误解 所以记得 在这个地方自动调整成 图片大小 我已经把它关掉了 对不对 好 确定 确定 你看我现在在相同的插入这张图片 插入 线上图片 猫 一样是刚刚这一张图片 点它 插入 你看这个表格的宽度没有被动到吧 但是高度 高度它会同比例的缩小 可以吗 这才是我们要 我们在日常工作里面 我们一定都是这样设计的 绝对不会让那个表格里面的图片 就自动的去放大缩小 这样是不对的 而且你在手工作页 例如说我这一格 这一格我插入 线上图片 假设我那个 我插入一个鸟 鸟 例如说这一张插入 它就会依照这个宽度 绝对不会动到左右 这样子的设计 我觉得是很重要 但是因为 2016很多人 因为它功能 跑到别的地方去 就找不到了 所以我特别告诉各位 它在什么地方 它在表格工具 版面配置的表格的内容 记得表格选项 请把这个功能关掉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次 这个功能一定要会 只是因为它不是新功能 但是它搬家搬到你都找不到了 对表格工具里面的版面配置 先从哪里进去